历史的缺戒,曾经行狠手辣的叛国贼,为何会被美化成民族英雄? 现在是个网络信息共享化,公开化的时代,什么人都能发表见解,什么事都能拿出来说,但老话说,凡事都有两面性。 我们这族不出户就能越辨世间百态的同时,很多三官不正或者不负责任的人就也开始在网络上颠倒黑白了。 先是有人为了诋毁别人,想断章取义的文章或视频放在网上,现在更是有人开始到历史人物开刀,比如说今天要说的这位白艳虎,白艳虎还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是个心狠手辣的角色,用今天的话说,就是一个黑社会头子,当时社会动荡不安,很快爆发了一场农民起义,而白艳虎凭借自己杀人如麻的胆量。 几乎是踩着普通老百姓和敌军的人头成了叛军首领,不过和大多数农民起义一样,大家手力已去使,基本上是一盘散沙,叛军很快就被围剿追杀。 白艳虎也从风风光光的首领变成了东躲西藏的过街老鼠,日子一长,很多人就都不想当团去了,包括白艳虎的家人。 这时候此人心狠手辣的一面就体现出来了,他二话不说把这些人,想要劝自己放弃的人都给杀了,然后一不做二不休投靠了爱古白。 阿古白在当时是分裂新疆的主要首脑之一,基本上就是沙俄等外国势力的提现末,这两个人丑尾相逃,很快一拍即合,白艳虎对别人狠,对自己也狠。 很快通过多次深仙十足的改死任务,成了阿古白的心腹,两个人开始了狼狈为奸的日子,要说,这时候的他已经就是个十足实地罪人了。 且不说他杀了多少人,投靠外国在华势力,就已经是令人不齿的行为了,但是没想到,越往下查,这个人还能做出更多令人不齿的事情。 在靠山倒台以后,眼看着到手的荣华富贵,又要一招散尽,像他这样贪婪的人怎么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? 便想出了投靠侵略者这一招,一路逃窜的同时,仍不忘四处作恶,沿途抢取好躲,飘沙抢略无恶不作,最后大摇大摆地朝着沙俄扬长而去,在成功抵达沙俄后,他仍然死心不改, 在侵略者给出许给好处之后,他便帮着对方开始侵略自己的祖国边境。 不仅如此,房间还流传着当年他行军,时曾经挖了古人林木抢毒财物的故事,这样一个为了利益什么都做得出来的人,真是让人所不齿。 本来以为,像这样一个劣迹斑斑的人,一丑万年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。 大万万没想到,近日来居然有人就在网上信口开河,说也许我们要重新认识这段历史。 不仅如此,还公然用上英雄二字,拿民族英雄,这样包含林烈鲜邪的词,和这样的人渣联系在一起,实在是让人摸不着头脑。 每个人的主观看法可能不尽相同,但历史的真线从来,都是赤裸裸的摆在我们面前的,容不得任何人信口玷污,虽然如今我们和新疆地区的局势十分紧张,但是即便我们用历史、联系,来促进双方友好相处,也应该是用真正的英雄角色,新疆自古以来英雄人物同样众多。 怎么也轮不到这样适恶不赦的人呢? 认为,历史是容不得玷污的,所有评价历史的行为,都应该拿出相应的历史证据,而不是全凭自己一张嘴。 我们要尊重自己的历史,尊重历史,尤其是那段受人侵略的历史,就是尊重我们自己,这些拿历史事件来颠倒黑白的人,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, 可否对得起自己的良知? 不得而知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